大家好我是小店王二 今天的话给大家介绍一下 巴西大蛇使用过程中的小技巧 从四方面来讲 1.大蛇的技能 2.大蛇的御魂选择 3.队友的御魂搭配 4.打秘魂时如何让小蛇连续回血 首先的话是技能的介绍 1.技能 普攻 加满后大蛇普攻无视敌人不分防御 总之就是吃满这个技能点人很疼就对了 有人问我这个技能需要吃满吗 我认为黑弹不充足的时候 2.3技能是必须要满的 1技能可以不用满 问题不大 为了方便大家区分的话 巴西大蛇改名为蛇霸 变身后的魔蛇起名为小蛇 2技能给队友套无敌 增加30%的伤害以及30点速度 然后蛇霸行动两回合10 这个队友会变成小蛇 小蛇继承蛇霸的20%的全属性 小蛇普攻还让蛇霸拉条10% 因此小蛇的速度越快 蛇霸的放大机会越多 队友死光光或者变成小蛇了 蛇霸才能变身为超级赛亚人 变身之后拥有新技能 神分之眼 需要注意的是队友死后的小蛇 只吃面满加成 不吃预魂四件套的效果 蛇霸是一直吃预魂效果的 不管是破试亚新眼 还有是伤魂鸟 黄骷髅 都可以一直持续出发 什么是神分之眼 三技能没有变身的时候 一巴掌造成183%的全体高额伤害 并且随即让敌人 欲魂和被动失效 这个时候 不管有多少火 每只小蛇只能打一下 只有三技能吃满 并且变身成功之后 三技能才会变成神分之眼 这个时候小蛇能喷多下 根据鬼火情况 每只小蛇能喷N-3加1下 也就是说 三火1下 四火2下 以此类推 最高是八火6下 也就是说 五只小蛇一共能喷30下 攻击同一个目标 能触发10次 211%的伤害 以及30次小蛇的伤害 这便是蛇霸的恐怖之处 单靠一个是神 就能降低所有副本的门槛 我愿称你为最强 下面的话 我们说一说 玉魂搭配 因为小蛇是不吃玉魂效果的 蛇霸可以吃四件套效果 因此场合不同 推荐的玉魂也不同 一 斗技 散见医术大蛇 伤魂 招财 返魂香 即可 二 密文 阴界之门 需要火灵或者阴魔罗 增加大蛇的火 三 缝魔之石 撩鬼王 还有是新活动 日轮破晓 都是需要伤魂鸟 大蛇 这个加成最高 四 真蛇 棒筋大蛇 给大家加盾 最后重点介绍一下蛇霸和队友的 玉魂属性 因为小蛇是继承蛇霸的20%的属性 并且小蛇每普攻三下同一个敌人 会造成高额的伤害以及回血 所以我认为这样搭配预魂伤害比较高 首先是蛇霸所需的暴击理论值是84% 蛇霸自带10%的暴击 所以堆74%就可以了 剩下的附属性尽可能多的堆暴伤和攻击加成 然后会给每一个变身的队友加17%的暴击 所以队友的2号位置选择速度 小蛇速度越快 蛇霸攻击越频繁 6号位置带暴伤 增加30下小蛇的基础伤害 因为小蛇是不吃预魂效果的 我们可以2加2加2堆暴击 只要堆到84%的暴击即可 其余的位置尽可能堆高攻击和暴伤 然后我去打了一下圣气楼 试了一下2号位置带速度和不带速度的影响 以前队友不带速度 BOSS出一次手 蛇霸可以放1到2次打 现在队友比较快 BOSS每出一次手 蛇霸可以放2到3次打 多放一次大的话 就是150万的伤害 以前我2号位置是带的攻击加成 现在我发现带速度好像比攻击加成收益更高 根据小蛇的机制 每攻击3次可以回血和高额伤害 我们可以观察敌人头上的标记 有这个黑色的蛇头 我们去攻击让有标记的可以回血 大蛇下次放大之前 可以用小蛇点标记的敌人 持续高额回血 有了这点回血能帮助大家安全通关 大部分的密文副文 最后的话给大家总结一下 大蛇优先吃黑蛋 吃满二三出去战 邀请神乐帮便蛇 养出五蛇末秒拳 队友欲魂速攻暴 暴伤速度不可少 暴击凑组八五好 欲识不绝伤魂鸟 阴界密文火招魔 斗技一速散见蛇 以上的话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我是小电王2 我们下期再见 告辞 我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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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期再见